提到了这个珍珠粉 又能够脸外窗 能帮小孩退黄胆 这个在我们中医来看 是有道理的吗 对 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古代 就是说没有高科技的仪器 来检测那个时代 我们中医药 还是怎么认识它的功效的呢 都是通过一个叫 取向比类的方法 来认识这个中药的功效的 比如说这个珍珠 产在水里 不管是海水 还是淡水 这个水它都是寒性的 冷的 凉的 寒的 对吧 所以中医人认为 这个珍珠的性 它就是寒性的 它有寒性的作用以后 它可以对一些热性的疾病 就可以做治疗 所以可以治疗一些热性的疾病 比如说像一些高热 金醋 抽醋 一些发热 还有一些那种咽喉痛等等 这些发热 一些热项的疾病 都可以用这个珍珠来治疗 这是一些热性病 可以用珍珠来治疗 那像小孩有黄胆 也是属于热吗 它是一种胎热 胎热 对 我们叫做胎热 它所以喝点这个 像我们给小孩吃黄莲一样 有些地方是喜欢吃黄莲 但有些地方可能是吃这个珍珠粉 它一样可以清胎热 这是一样的道理 另外的话 它还有一个功效的是什么 就是对一些 由于干活旺 它引起这种烦躁 一些晚上睡觉睡不好 容易引起失眠 也是稍微睡一些容易醒 睡得不深的一个情况 它也可以达到一个震干熄火 能够养心安神的作用 促进睡眠的作用 我之前也收入了一个病人 一个肿瘤病人 他是一个卵柴癌 手术以后 手术后的话 由于这个病人的情绪 各方面都不是很稳定 经常出现烦躁 心烦 睡不好 稍微有点响声都容易醒 所以那时候他找到我的时候 我就给他 以这个珍珠粉 为主要药的一个方给他服用 他服用了这个两个星期之后 他这个肝活旺 这个睡眠不好的情况 就慢慢地改善了 我最近我就是 我入睡特别难 就什么姿势都睡不好 然后晚上的时候 叫也特别轻 就昨天四点钟吧 我们家狗打了个呼噜 然后我就就醒了 其实我很痛苦 我该怎么用这珍珠粉 能调理一下我自己呢 那我下面给您介绍一个药方 我们叫珍珠蜜奶 真静安神 这不就是敷脸的那些吗 对 这个珍珠粉 这个方里面有珍珠粉 有蜂蜜 有牛奶 珍珠粉的话呢 我们要0.3克 蜂蜜和牛奶是适量 适量 我们做法的话呢 就是先把这个珍珠粉 倒进这个温牛奶里面 然后再兑这个蜂蜜 每天的话呢 在睡前服下 你说两到三天左右 我们服一次 要是这样坚持 一两个月 好像对你这个肝活旺 引起这个睡眠不好 可能会有很好的帮助 实在比如说 要是怕浪费的话 敷我脸 让它随舔 也能够安神 对